《華爾街日報》在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 中國已經下令他們中央政府機構官員 不得在工作當中使用蘋果手機、iPhone 和其他外國品牌的設備 也不得將他們帶入辦公室 報導說知情人士表示 最近幾星期中華政府的員工 通過工作場合的聊天群組 或者會議當中收到了上級的指令 這個指令是北京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加強網絡安全的聚聲舉措 同時也是限制敏感信息 在中國境外流動的舉措之一 目前還未清楚命令發佈的範圍有多廣 不過據稱一些中央政府監管機構的員工 也都收到類似的信息 這個禁令在蘋果公司下星期舉行的活動之前所發佈 分析師認為這個活動將會推出新的iPhone系列